一书难写中外事 万字竖竟已惊奇 欢迎您收听 历史其实很有趣 青史其实很有趣 第十一集 敲响诸氏王朝的丧钟 大名辽东都督 李承良面对着诏书 摇头叹息 门外站着船只的太监 满肚子的不耐烦 但面对这位封疆大吏 只能摆出笑容 重复着说 请李大人接旨 李承良接过了圣旨 他始终以为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 但事实证明 他并没有听错 这道圣旨 李承良早有心理准备 只是没想到会来得如此的突然 还记得万历十七年 玉使胡克俭在朝廷之上摻了他一本 说他欺君往上 言语里多有冒犯朝廷的地方 这个时候的万历皇帝已经不在清朝 朝政大权就掌握在内阁首辅申食行的手中 申食行是个老好人 任上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他也心知李承良正守的辽东 无论内部有多么的乱 总不会给明朝的边境带来太大的威胁 因此胡克俭的弹劾被他压了下来 李承良得知此事 心里十分忐忑 他也知道自己在辽东 验然一方霸主 军事 政治 经济大权独揽一身 遭到了许多人的嫉妒 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入朝解释清楚 万历十八年的春天 李承良轻腹经师 入朝述职 一番辩解之后 倒也打动了万历的心 但是仍然没有稳住自己的官徒 此时的生石型已经卸任 继任的内阁首辅是王嘉平 人称王阁老 王阁老可不像生石型那样 是个老好人 而是一个像张居正一样的人物 他克尽职守 秉共执法 知识 执言 执见 当李承良以为风平浪静的时候 却仍然有大量的弹劾书 到了内阁的手中 万历十九年的大明王朝 已经是一棵开始腐烂的树 官僚腐败到了极点 财政危机非常严重 军被松弛 士气激弱 战争频繁 天灾又不断 正经历着由强盛 转入衰亡的时刻 遇使张赫明再上书弹劾李承良 作为首辅的王嘉平 不可能视而不见 于是便罢免了李承良 大名辽东都督的官职 调毁近世 李承良从辽东调毁了近世 却没有一个像李承良一般的人物来镇守边疆 此时的大明王朝 在卢尔哈赤的眼里 不过是腐顺城中的一只病毛 如此一来 统一海西女帧之后的卢尔哈赤 也不必在想方设法的找借口去对付野人女帧 他可以明目张胆的出兵 将野人女帧纳入自家的版图 野人女帧有很多分支 最为主要的两支是东海女帧和黑龙江女帧 他们分布广获 但在经济、军事、政治上 均处于尚未开化的状态 再加上群龙无首 最适合实力雄厚的卢尔哈赤 分别急迫 万历二十六年 卢尔哈赤只取东海女帧 瓦尔克布 二十余座的屯在以及所属的女帧人民 接纳入卢尔哈赤的囊中 接下来的十多年 卢尔哈赤又陆续的功课 乌拉布以及东海女帧的许多部落 万历四十三年 卢尔哈赤基本实现了对东海女帧的征服 并且取代了明朝的政府 获得了对此地的实际管辖权 万历四十五年 卢尔哈赤大军北上 禁逼黑龙江下游和枯叶岛及其附近的岛屿 黑龙江女帧各部落相继臣服 从万历二十六年 到万历四十五年 卢尔哈赤的建州铁蹄 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来踏平野人女帧的领土 而从万历十一年 到万历四十五年 卢尔哈赤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将建州女帧 海西女帧 以及野人女帧的大部 统一到了自己的麾下 从东海到了辽边 北边从蒙古的嫩江 南边到了朝廷的亚绿江 基本上 它结束了女帧社会的长期分裂 割据 动乱的局面 推动了女帧社会的发展 和满足共同体的行程 也使得辽东地区 摆脱了明朝朝廷的统治 成了一个独立于明王朝 而存在的统一的政权 努尔哈赤此时已经雨意丰满 下一步 他的长矛 将要指向腐朽的大明王朝 他要敲响 诸氏王朝的丧中 感谢您的收听